沈县的这辆白色宝马三系轿车 是在湖州德青这家 湖州康桥宝营宝马3S店购买的 去年5月18号提车 总共花了35万多 他反映 提车大概一个月后 发现每次坐上主副驾驶 座椅都会发出响动 坐下去那一刹那 坐垫和靠垫之间会咔嚓咔嚓的响 主副驾驶座椅都有这个声音 就是座椅和坐垫这个连接处嘛 我把座椅调到最高啊 座椅升到较高位置后 沈先生说的落座咔嚓声没有再出现 他后来发现 同款车型的展车 试驾车上都有这种情况 跟3S店方面协商后 双方签订了协议 约定后期如有新车型座椅匹配 给予更换处理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听到车子壁住附近的声音 7月份左右发现壁住有意义 就壁住发出叨叨叨叨的抖动的声音 在这个驾驶 驾驶员侧 这个问题呢得到了解决 具体我不在场 这个问题啊 只是说我回来的时候 这个车已经没有这个响声了 休了一天 壁住问题解决后 沈先生又发现了车子制动式的声音 启停功能开着的时候 起步 它这个盘片是有 比较明显的异想 CS店把整套盘片 全都给我们换掉了 换掉之后好了一个月吧 这个问题再次出现了 他们给了一个 两千块钱的一个什么 反正他们里面的维修费 然后呢 延保了一年 神经的介绍 制动系统的声音 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 每次起步 沙停 都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 到了今年三月份 车子继续出现新问题 今年的三月份 这个主驾驶座 在刹车过程当中 它会稍微往前冲一下 然后咯得想一下 往前冲一下 咯得想一下 十次里面有个两到三次吧 后来呢 CS店进行了这个 主驾驶座椅的龙骨更换 车顶上那块布 往前推往后推的时候 那块布给皱起来了 这种问题都会有 店里进行了整一个的 这个天窗顶盆 全部拆除全部更换 沈先生告诉记者 用车一年来 车子出现的大部分问题 都已经解决 或是协商的方案 唯独制动系统的声响 他认为是一个问题 CS店方面认为不是问题 然后他们开出了 宝马的X1 他们店里的四驾车三系 都有这个声音 他们就要证明给我看 有响声 但就不是问题 但是我告诉他们的 之前是没有的 这个声音 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 这个没有方案了 就是弄不了了 我的数学就是这个车 我希望能终身制保 采访时 胡州康乔宝银宝马4S店 安排了一位市场部经理 出面对接 他介绍 沈先生的车子 确实在店里进行过 多次维修 关于壁住声响原因 天窗故障原因 他不太清楚 只知道问题已经解决 至于目前没有消除的落座声响 在他看来是正常的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这个车子 你去坐上去 包括你去震动 肯定会有一些声音的 包括我们自己去 去坐一些试车 那么我们自己 其实之前都是没有感受到 客户可能比较敏感 就一些机械的声音 或者说是一些颠簸 可能他感觉到一些声音情况在 施经理介绍 针对客户对车辆制动系统的顾虑 接下来还会继续尝试沟通 三系这个车子 在低速击杀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个声音 那么我们也寻求了 厂家技术的一个支持 那么我们受到的反馈是 这个确实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机械现象 因为客户之前 一直不接受我们这个情况的解释 所以我们这次 特地地邀请了我们厂家的老师 也在明天给客户 在现场来指导一下 看一下这个情况 来给客户一个解释 那客户说的这个 整车终身质保 这个的话 也是看我们那个老师 明天老师给一个支持 因为我们也很重视 客户这个感受和情况 沈县伦表示 采访当天晚上 他就要去哈尔滨出差 准备回来之后 再跟塞斯线方面继续沟通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